慢生活 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8月28日 张博之在社交账号上上传了一则自己热舞的视频 视频中 他身穿男友风外套 尽管很宽松 但依然掩盖不住他凸起的小腹 对于身材一向较好的张博之而言 这并非正常 网友们纷纷怀疑 是不是又有喜了 2007年 张博之与谢霆锋的第一个儿子出生 名为谢震轩 三年后次子出生 名为谢震南 2018年年末 有港媒爆出张博之现身医院产下三胎的消息 因为当时张博之已与谢霆锋离婚 且未传出绯闻 所以当时大家都不太信 直到不久后 本尊发文宣布三胎得子的消息 之后这一年 张博之将孩子保护得很好 正面基本上看不到 而且疼爱有加 在孩子周岁的时候 精心拍摄一则周岁生日视频 值得一提的是 港媒扒出张博之三胎儿子的出生证明 只能得到孩子叫张里成的信息 孩子父亲的信息是空白 面对网上的诸多质疑 张博之守口如瓶 使人更好奇 生完三胎之后 张博之就公开表示想继续生 张博之想要个女儿的信念也是一直没有动摇过 但在生孩子这件事上 很多人的焦点其实还是放在他的恋情上 网友大概想知道 究竟是谁能够跟张博之成为相守终身的那个人呢 纵观而言 张博之都算是非常称职的母亲 为孩子甘愿付出所有 她似乎已经从阴影中走出 陪伴三个儿子 竟想生活美好 再有一个女儿 凑成儿女双全也是一件喜事 如果传闻是真的 那么就恭喜张博之了 张博之1980年生于香港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张仁勇是个江湖中人 母亲是英国人 9岁父母离异后 他跟母亲相依为命 1997年 在澳洲读书后 回到香港 被星探发掘 拍了人生中的第一支广告 算是一只脚跨进了娱乐圈 彼时 清纯可人的张博之年方时期 正是花样年华 一位叫朱永棠的先生看到了他的潜力 把他推荐给了自己的哥哥朱永龙 也就是张博之的第一任经纪人 朱永龙帮张博之接到了第一部戏 新野导演的喜剧之王 从此一炮而红 张博之也就在这个阶段顺便和朱永棠谈了一场恋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位朱永棠先生既是他在桂圈的初恋 也是他的贵人 张博之出众的长相和不俗的演技 证明他进桂圈确实属于祖师爷赏饭吃 很快他片约不断 还出了唱片 当年那首红遍两岸三地的《星与心愿》 让他一举拿下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有前途新人金奖 一时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 与此同时 张博之和朱先生的恋情也走到了尽头 昂首挺进娱乐圈的张博之 正是开始了和知名男艺人们的情爱纠葛 张博之的第二任恋情俗称东之恋 对方也是当年炙手可热的奶油小生 叫陈晓东 两人高调认爱后 不管圈内圈外 都觉得两人可谓金童玉女 相当般配 只等这段恋情开花结果 谁知一年后 两人居然分手了 分手后 陈晓东曾放话出来说 张博之不止同时交往他一个 据说 当时桂圈知心大姐向泰还炮轰陈晓东 觉得他分手乱说话 暴露别人的隐私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陈晓东实在是个背锅侠 那段时间 张博之和黎明 陈晓春的关系也确实捋得不是很清楚 香港狗仔队八出 2001年 黎明在拍《情迷大话王》期间 曾经追求张博之 这件事得到了陈晓东的私下证实 证据是一辆豪华跑车 黎明送给张博之的礼物 2002年 无所不能的狗仔队又在泰国拍到了张博之和陈晓春一同度假的照片 特别是一组经验的推油照 虽然之后张博之再三否认 并解释是好友之间的友爱互动 但陈晓春后来的一首《独家记忆》里的歌词 貌似又变相承认了这件事情 这段恋情不确定张博之投入了多少真心 但是陈晓春应该是很爱张博之的 媒体形容 陈晓春对张博之捧在手里怕碎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可见对他有多珍惜了 虽然后来两人没能在一起 陈晓春仍然对他关爱被制 燕照门事件爆发之后 第一个打电话安慰张博之的人是陈晓春 可惜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张博之注定不能就此停住 他在爱情路上跌跌撞撞的脚步 可在这之后的路上 他遇到的世运事结就真的很难说 在张博之错综复杂的情史中 有两个让他不能释怀的男人 带给他的回忆 也许开始都是愉快的 但是结局也都令人扼腕叹息 让我们试着捋捋他们的时间线 真的很让人迷惑 得仔细看 2002年3月 张博之和谢霆锋相恋 同年7月 谢霆锋和王菲复合 2003年初 张博之和陈冠希被爆出地下情 2005年6月 张博之在《康熙来了》中 承认与陈冠希的绯闻 2006年8月 谢霆锋和张博之承认复合 同年9月 二人在菲律宾结婚 2007年8月 谢霆锋和张博之的第一个儿子 Lucas出生 2008年1月 燕兆门事件爆发 2010年5月 谢霆锋和张博之的第二个儿子出生 2011年5月 张博之自燕兆门事件后 与陈冠希在飞机上相遇 主动亲密合影 2012年5月 谢霆锋和张博之收到了法院离婚书 根据时间线 张博之和小谢同学相恋应该是在前的 张博之也一再表示他是自己一生挚爱 据媒体爆料说 实际上 张博之在2000年时就曾插足过风飞恋 2006年的小谢同学终于放下了姐姐 火速与心里始终有他的张博之成婚 婚后小两口恩恩爱爱 甜甜蜜蜜 生了儿子 撒撒狗粮 真是献傻旁人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2008年 忽然有人爆出了陈冠希电脑里存的大量艳照 身处其中的张博之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虽然小谢同学大度地表示既往不咎 但是这颗炸弹算是埋下来 2010年 小谢同学和张博之的第二个儿子出生 日子本来可以就这么安安静静地过下去 不知道张博之是不是疑孕傻三年 2011年 居然在飞机上偶遇陈冠希后 主动上前亲密合影 相谈甚欢 事后 他解释说 是为了表示和解 并声称对这个行为不后悔 不过 我想大多数人是没看懂这波操作 为了这次不后悔的主动和解 他失去了一生挚爱小谢同学 不后悔吗 我不信 2012年 小谢同学和张博之分道扬镳 如今 小谢同学又和姐姐复合了 过得比较没有心意 张博之呢 第三个孩子已经生了 除了他自己 没人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 张博之和小谢同学离婚 到底谁的错比较多一些 众说纷纭 但是 张博之在离婚以后 尽心尽力地带着两个儿子 过着低调的生活 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 毕竟是八卦体制 即使他处于半隐退状态 媒体对他的兴趣始终没有消退 终于在2018年 张博之又为大家献上了一个大瓜 他生了老三 又是个儿子 生父不祥 于是 这个谜成了直到今天 还被大家啃得有滋有味的大瓜 从星爷到小谢同学 从中国人到外国人猜了个遍 张博之就是不松口 这边我们吃瓜群众使劲地猜 那边张博之虽然没有孩子父亲的陪伴 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 也过得安安稳稳 开开心心 完全不被外界的各种流言蜚语所干扰 这倒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也许年轻的时候 张博之不能算一个好的情人 他也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代价 但是做了母亲以后 他尽心尽责 为三个孩子奉献了他所有的经历 让过去的一切都随着时间灰肥烟灭吧 祝愿张博之和他三个孩子 未来更幸福 更美好